2019年10月22日有律师报案指 一名16岁少女于9月27日在香港泉湾警署内被强奸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5月12日出席元朗区区议会时表示 会就落甲口供向她做出拘捕 但称她已潜逃 现正在通缉 2019年11月 香港网上流传之一名16岁少女于9月27日 在泉湾警署遭警察强奸而怀孕 并于11月8日在伊丽莎博医院进行堕胎手术 当时警方发言人表示 警务处投诉警察科10月22日接获律师报案 随即将个案交由新建南总区重案组调查 其代表律师2019年曾发表声明 执法医已在终止怀孕手术后 从泰尔取得DNA样本做检验 邓炳强在元朗区区议会时表示 此事件是报假案 这件事件已经拿完律政署的指示 应该要拘捕这名女士给假好工 但由于她已经潜逃了 所以现在暂时通缉了 我跟她 moving务必须